愈唱愈好戏愈看愈欢喜 各位海内外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我是珊珊 今期节目我们很荣幸请来了 广东粤剧学校的著名粤剧导师 兼经常活跃在舞台上的 著名粤剧演员白庆言老师 上来节目和我们分享一下 前段时候三月底 在广州江南大器院上演的 梦断香肖40年的演出感受 首先欢迎你白老师 你好珊珊你好 大家都知道这部梦断香肖40年 十分经典的虾汉之作 今次在江南大器院演这部戏 并且请来了 已经移居了加拿大的白雪红老师 一起合作主演播 有什么契机呢 其实在很多年之前 我已经看红姐和哈叔 罗家宝哈叔在幼儿剧院演出 当时我是当观众 刚刚在粤剧学校毕业 我很喜欢这部戏 而且哈叔和红姐都演得非常好 吸引了我 所以我当时很喜欢这部戏 并且那些唱段当时电台 经常播放 我在身边都听到 滚瓜懒熟 不可以说滚瓜懒熟 也跟着唱 梅亨 又有唱片 我专程买了一个哈叔的梦杰香烧的唱片 跟着学一下唱 确实这部经典之作 不仅是喜欢粤剧粤曲的朋友 亦是很多演员希望能够搭演的 一部长剧 其实这么多年的从艺经历 白老师有没有演过这部戏呢 这一次是演的 之前是没有演过的 只不过是对唱段稍微熟悉一下 平时有唱感 既然之前也没有演过 那为什么会谋言挑战演梦段香烧呢 其实刚刚三月份 在江南戏院有个台旗 有一个演出机会 当初其实不是打算演梦段 也曾经考虑演一个指差记 后来这些朋友也提提我 其实我自己心中也想 红姐是第一代的唐苑 我想找红姐合作演这部戏 是非常适合的 非常适合的 而且我自己也喜欢这部戏 和红姐也有很多年的合作 我想演戏上来她会带着我 靠使观众看整场演出的感觉 都会觉得你们两个的合作 是真的相当有默契的 会不会是排练了很久 自己是响排了两次 也没有彩排 也是冲冲茫茫排了两次 但是对于红姐来说 她对这部戏已经是相当熟悉的了 她熟悉 不过对于我来说是好三 其实虽然排练时间比较少 但是红姐演过很多次 比较熟悉 虽然你是第一次演 但是凭借着这么多年的演出经验 再加上自己本身是粤劇导师 所以对这部梦断香肖四十年的驾驭 亦是相当得心应手的 事不宜迟 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梦断香肖四十年的片段 两位主角都是姓白 我觉得是相当有缘分的 听说你们也认识了很多年了 对 和红姐其实我已经认识了三十多年了 说起当年我考乐剧学校之前 红姐教我的几招 教我唱一段长句二流 当时是林济塔的长句二流 她教我唱了之后就带我去考乐剧学校 为什么你未到乐剧学校就已经认识红姐呢 其实我妈妈和红姐的妈妈是认识的 当时我妈妈和红姐的妈妈说 我准备上去考乐剧学校 然后红姐的妈妈就说 好, 那我叫红带她去 那你就去找她 然后当时红姐的妈妈是住大同路的 红姐就住东风路 其实当时交通不是很… 不是那么发达 那时候坐二号车、二号巴士 坐很久的 是, 坐很久才去到东风路 我找到红, 去到传达室 真的很适合, 很巧 我看到一个… 一个姐姐 很漂亮的姐姐 拿着把握, 练功大刀 把子在传达室里 我说, 姐姐, 请问白雪红住哪里呢 红姐就说, 你是谁啊 你找白雪红 她才不说自己是白雪红 那个其实就是红姐 我当时就来龙起那个… 那个过程 我告诉她, 我说你妈妈 这样… 然后, 这样吗? 好, 你跟我来吧 当时她还没有说我是红姐 那你何时知道 到她家里留下的时候 她就说我是, 我就是了 这个真的是缘分 真的 从那时候就结下了这个情谊 那么多年来呢 你们也有保持着交流和沟通 八几年的时候 都有一段时间保持联系 但是后来, 红姐出国之后 曾经有十年八年是失去了联系的 可以说, 到2007年的时间 我去纽约演出 去纽约演出 刚刚和红姐的学生同台 这样说起, 原来… 我认识红姐 然后她再把红姐的电话号码给我 再联络回 以前可能就是 你读粤剧学校的时候 她可能是刚刚和红姐的学校 去到剧院 你是看她的演出 做了200多年之后 你就开始和她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在舞台上同台 是的, 因为2007年之后 红姐也有连续有几年 都邀请我去温哥华 加拿大温哥华 和她演长剧、截止戏和演唱 回到内地 你也邀请红姐来参加你的演出 互相, 大家都是为了 做的戏, 演多些曲 唱多些曲 给观众看 是的, 好像这部《梦断香燒40年》 合作也拆出了不少火化 在舞台上 你是第一次演陆游 但对于红姐来说 我《梦断香燒》是相当熟悉的 在舞台上 你觉得你和她合作 感受到她的《梦断香燒》有什么特色 我和红姐合作是很大压力的 因为红姐是第一代《梦断香燒》 她和羅家宝先生 哈叔第一代首演 但我再演是非常大压力的 对观众来说 她也很期待 幸好红姐很熟悉 她很带着我 红姐 红姐的《梦断香燒》 演得非常好 很入情入戏 这次《梦断香燒40年》 对于白庆妍老师来说 都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一开始白老师 是应公秀生的 最后一场大家都知道 《再进审园》是掛了一把秀 去演绎的 各种沧桑感 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你自己演绎这部电影 有什么感受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再进审园》那一场 我抱着一个对唐苑无限的思念 和曝国无门那种 惆怅的心情去出场 特别去到唱完主题曲之后 邓哥的孙子就拿了一支笔 《传下彭随说断肠》 这句词 我当时说到 是会立刻流眼泪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是 在陈管兴兴兴殆的公路所在 有很大的公路 兴兴真死得非常好 这个戏长一长就是戏肉 residemso想 观众来说也是百汉不厌 事不宜迟 我们继续去片 去欣赏这部梦断香烧40年的正彩片段 语言老师除了在江南大气院 上演这部梦断香烧40年之外 其实不要说之前 只说2017年演出也相当频繁 不单是在广州、澳门、香港 都搞了不少的演出专场 白行言老师除了平时的教学之外 有这么多机会可以与观众见面 你觉得有什么感受呢 其实我平时上课都挺忙的 在月球学校上课 一个星期都要回去几天上课 只不过我自己课余时间 就会充分利用课余时间 包括有演出、演唱会等活动 我觉得活动搞多了 对于你来说也是一种个人的提升 是的,可以提升自己 也可以尽量将自己的兴趣 因为演戏和剪唱都是我自己的兴趣 可以剪多些电影给各位观众看 通过今期的节目 我们看到了白行言老师 和白雪红老师的舞台合作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没看过 其实不知道之前 你和白雪红老师除了这部电影之外 还有没有合作演过其他的作品呢 最近期来说 就是和红姐有个《异堂放旨》 因为那个是粤剧《新火相传》 这个活动里面 我和红姐演了一个《异堂放旨》 在加拿大温哥华 也演了很多长剧 有《白蛇转》、《跨凤盛龙》 之前我还听你提过的《紫妻记》 应该也有合作过吧 是的,《紫妻记》也有在温哥华演的 不知道接下来 还有没有机会和红姐合作呢 有的,肯定有的 预计明年会在香港和红姐 再演《梦断香烧40年》 再演《梦断香烧40年》 好啊 不单是广州的观众 可以在剧场、现场看到他们两个的合作 香港的观众都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一定要密切关注着 白慶言老师和白雪红老师的演出动态 关注我们越唱越好戏 都可以看到他们两位的精彩演出 好多谢白慶言老师接受我们今期节目的采访 多谢,多谢珊珊 多谢各位 是的,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也和我们分享了她的好戏 亦预祝在2017年接下来的演出 长长都顺利,长长都成功 好,多谢,多谢珊珊 是的,今期节目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多谢观看越欢喜 各位海浪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我是珊珊 昨天和大家分享了古装粵剧梦段香小 40年的上半部分 今天当然是预期和大家继续看下去 昨天在这部戏当中 飾演陆游的著名粵剧导师兼粵剧演员 白慶言老师就和大家分享了演出的感受 今天今期节目当然要请来她的拍档 就是飾演唐苑的著名粵剧表演艺术家 已经是移居了温哥华多年的白雪红老师 和我们分享她演唐苑的感受 首先欢迎你红姐 珊珊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相信我们预唱预好戏的观众朋友 都是第一次见到红姐 作下我们的节目 接受我们的采访 所以我们感到相当之荣幸 今次我们有机会 将这部梦断香小40年拍下来 所以值此机会采访红姐 因为红姐就是梦断香小40年的第一代唐苑 我相信这部戏对于红姐来说意义非凡 是的 我也很开心 还有觉得自己很幸运 是能够在有生之年 能够演到一部这么好的戏 首先要多谢兴叔 因为陈军兴先生写了这个梦断香小 就是可以力演不须 首先是一剧之本 最重要是剧本 另外就是哈哥 罗家宝 他能够信任我 能够在这么多演员里挑选 兴叔和哈哥挑选我做唐苑 当时我们排第一稿 这个梦断香小的时候 是大家出草代理 他们做导演的 所以我也很幸运 能够有这部戏给我做 当时首演这部戏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这部戏会这么红火 当然就真的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是… 首先是香港演戏 就比较轟动 因为每个同行的 每个都来看 再加上 其实这个戏演出 是有各方的支持的 稍后我慢慢讲 再谈一下 是各方的支持才能够达到 一个这么好的效果 80年代初期 应该是83年创作 84年首演 应该是这样的 后来陆陆续续都去各个地方演出 都受到很多观众的认可和好评 84年在香港演出 85年我们就去美加巡回演出 就是很受 因为故事真的很感人 写得很感人 每个都看到半场休息 每个都哭到眼睛都中了 是的 你和罗家宝老师 合作演这部戏演了几年 应该是83、84、85、86 86年多数在国内 86年底我就去了美国 就是因为去了美国 然后跟罗家宝老师 没有再合作 其实我的心愿 也很希望和黑哥能够再演 是的 不过因为大家相隔这么远 再加上黑哥的身体慢慢转叉 我都有跟他唱 是的 又回过来唱 唱歌之类的 有一个黑漢演唱会在香港也演过 这部《梦断香消四十年》 对于你来说是一部相当有意义的作品 会不会是这么多年来 久不久都会演呢 都有 去了加拿大我演过两次 一次就跟当地的一个老师 一次就跟彭哥、彭志权 是2005年好像邀请我过去演一次 那就到现在了 是的 但是广州真的从86年以后到现在 86年到现在 是的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整三十一年了 是的 三十一年再演广州舞台 是的 由白雪红红姐演绎的唐苑 确实今次是万众期待 很多观众都是无名前来 去欣赏这一部作品的 今次也是因为白庆妍女士 演出机会 今天邀请你跟她一起合作 反响相当之好 好了事不宜迟 接着我们继续去片欣赏 由白雪红老师 和白庆妍老师合作主演的 《梦断香消四十年》 刚才白雪红老师都跟大家透露了 就是这部《梦断香消四十年》 之所以力演不须 这么成功 除了有陈冠卿老师 他的一剧资本 还有各方各面的大力支持 当然是会离不开 你们自己几个主创的努力 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除了你们的主创团队之外 其他方面的支持 大概有哪些 当时哈哥 哈哥就是真的最带到我出气 有他一个这么有智力 还有一个舞台经验 我在他身上我学了很多东西 特别是观众的台员 为什么他这么受观众欢迎 我经常在他身上 我就想这个问题 他一出台这么确定 很受观众的台员 就是那只眼神 变成了这个戏首先就是哈哥 这样弹我出来做 还有戏里面有 漫威端老师的音乐创作 另外一个就是 很感谢很感谢 就是尹姐和仙姐 对这个戏的重视 我记得是第一次彩排 是我们的剧院第一次彩排 就请了尹姐和仙姐过来看 看完以后他就 当晚我们就跟了去中文大酒店 我就很深印象就是 他第二天就和陈冠卿老师 是两个聊了一天 聊了一天 一天 只聊备一天 哭了一天 聊了一天 是两个人哭着这么聊 可以提出他们那种 艺术家那种真正用心去创作 经过他们讨论以后 仙姐对于曲词里面 稍微有少少修改 例如是唐苑跪下 跟个表哥说 跟个律佑说 不相分也得相分那段曲 原曲就是说 梵京一卷清灯半窝 九家姐之前那段 她就把唐苑 那个思想升华了 她觉得唐苑 她解释给我听 就是唐苑不单止是 和陈冠卿是一个爱情 他们还有一个爱国情 所以在中间她就会改了一个 这个就是 军府顺年卖任无痴戀苦命女 何如宁聘佳父好 相夫为国展胸襟 驱走金寇救仓生 我国得轻震黄云 她这个就是唐苑和陆游分别 但我走之前 我勉励你不要再为儿女呈祥 你要把你一切的心思放在国家里 她就是人 我们人碎相分 心相互因 来世作前蒙 唐苑那个人物就升华了 她了解先姐除了在曲池方面 很在意去修改之外 在整体的服装造型方面 对唐苑也很有要求和想法 为什么她们觉得 一出来的时候 是有别于其他戏 其实就是一个化妆 一个头饰和服饰 她要求就是清 她觉得唐苑这个人 是比较清高 还有不俗气 这个头饰就不会带到叮叮叮叮 而且上司不用骗子 我那时候就是不用骗子的 就是问一个师傅 借了一个很长的发 然后就一直卷 就这样卷 卷 我又很有幸得到刘皮基先生 他跟我挑的刀 头刀,就是盖上去的刀 很漂亮 上面是不多插东西的 是很清 突出的刀头缝 每一场戏的服饰都是好 特别是铲银入尖那场 又是刘培基先生特造 今年是三十多年了 我是穿的 是的 而且观众反映的朋友都说 全台是最铁锁最漂亮的就是那件事 红姐就和我们分享了这部梦夺香消四十年幕后创作的点滴 这个是得意于很多艺术家的共同付出 而红姐作为第一代的唐宣 之前是并没有模仿者可以去参考参照的 作为粤剧版本的第一代唐宣 红姐你当时是怎样去做这个人物的呢 其实我那时是刚刚上位没多久 我跟了黑哥一直这样演出 刚刚是做主角没多久 所以我首先就很感谢他们能够这么信任我 给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所以我接到剧本的时候 我都很战战兢兢 都很害怕 而且我们排练的时候 这个剧本是 不知道是因为它写得好还是顺利 我们排练的时间比以往的戏都短 从剧本到剧本 上排练 到排练场都彩排在一个月内 隔了这么多年再演 肯定会有不同的感受 我觉得演出 就是要 好像我经常记住 九家姐真是仙姐说 是要忘我 只要你一踏出《郭富道门》 你就要觉得我就是唐宣 对手就是鹿油 我都看回我以前 我都很开心 我去加拿大 有一个戏迷录录了 我自己有一个剧本 每一次演 我都看回 其实很多地方自己是不满意的 无论唱腔 人物的刻画 或者现在自己做了老师 我又经过这么多年 去学习每一个艺术家 她的表演程式 特别是我去了美加 我经常都比较多看 在《鲜姐》、《鲜姐》、《鲜姐》的戏 和《香港有各大名牌》的戏 所以在今时再演《唐宣》 我自己的体会是 对角色是理解深了一点 觉得自己比较放开一点 来作下我们越唱越好戏 当然要和大家分享近况 因为1985年之后 已经移居到海外了 很多观众、很多戏迷 都很少见到《鲜姐》 你在海外的发展 其实也是继续越剧的事业 在全城越剧方面 更加不为努力 还开学校、教学生 我们那边其实不是开什么学校 其实是自己出来 我租过地方、做过研究 我自己过去那边 最初我没想到 没想到会重新做 但是跟着移民潮那段时间 很多人很喜欢越剧 所以后来变成全职去做这件事 但是我们那边 就真的是一针一线 我自己一针一线 和一个服饰、一朵花 都是我自己的 亲手做 不是 是自己去移 自己去 所以我经常说我没有钱 我的钱全是全部移进去 因为你要演出、要报警 服装 现在服装更加 标到价钱真的离谱了 你一件大扣 你想想多少钱 就是我要移很多 我家最大的财富就是这些 整个屋都是 所以在那边做 不是容易的事 再加上那些学生 全都是业余的 一个星期来上 几个小时或是怎样的 但是他们出钱 有些主角是自己自三的 他嫌我那些不是那么漂亮 他自己自三的 他们出钱出力 但是他们的热成很高 一个演员 其实德行很重要 所以我教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跟同学说 就是你真的要喜爱这个粤劇 很有幸就是我的学生 就是很认真 所以他们去到排练 每个都说 哇 好像是星哥那些 他们来到 哇 他们全部都扔了曲子 这里还没习惯 每个都拿着曲子来上排练 但我排练唱 我一定都扔了 尽管是比较艰辛 在海外教学 并不是有很多的资助 但是我相信一群学生 他们的努力 他们在舞台上 所展现出来的成绩 也是红姐继续坚持 这个粤劇全城事业方面的 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是的 是的 近几年红姐都经常回来内地演出 我们内地的观众 看到红姐的机会都越来越多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近况 去年我完成了20周年的 我自己的艺园的20周年演出 未来这几年 我自己…其实我自己还很流亂舞台 我自己本身是演员 我其实不是教师 我还很喜欢舞台 我希望未来这几年 给我一些时间 趁着我还可以做一下 还没有真的很老 我还想在舞台演演几年戏 其实学生也很体谅 很多都… 有时都会跟着我回来香港演出的 14年我就搞了一个 我和学生一起 和这边的老官 白老师也有份的 去演出 在香港演了两晚 特别这一年 我就比较长时间 回来 两边走 刚刚去年就参加了瑜伽学校 舞校 教了一个新科多大传 后来就接了一个 在瑜伽学校的一个教学 就变成了一个学期教学 就是教任白 一个戏 就教官楼还琴 能够为舞校 能够尽自己的一点力 我都很开心 所以更多有关红姐的动态 就要密切留意我们 越唱越好戏 今期节目就很感谢红姐 跟我们分享了 再演唐苑的感受 谢谢红姐 切成了我们今期的采访 我们有机会再聊吧 拜拜 拜拜